这个小男孩无意间发现了小黑擦皮鞋的祖传手法 他也跟着学 直接往裤腿上一吐就开擦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小孩看见他的眼镜 就必须得放在地上才洗碎 后来才发现就连大人也有这种反应 长大后的小卷毛做事很是离谱 竟然打结了运筹车 小卷毛抱着袋子就往死胡同里跑 一看无路可逃了 决定展示实力 原来这是一个满气的打火机 就这样小卷毛成功入狱 但凭借着他1.8的高智商 精心策划了一场越狱 用肥皂雕刻出一把精致的小手枪 然后擦上黑鲜油 就这样一把高防武器制造完成了 叫过来警卫 谎称自己全身肚子疼 刚一出来就劫持了警卫 可小卷毛点倍啊 赶上个下雨天 手里的高防武器竟然冒沫子了 最后只能宣告 越狱失败 这一天实验室需要一个自愿者 来做疫苗测试 奖励就是可以提前出狱 这好事谁能抢过他呀 肯定定一个上 出来后的小卷毛不知道悔改 又做起了老本行 刚要拿包就被人给发现了 长发妹一点警惕都没有 俩人没开眼笑的 还聊起天儿来了 就这样小卷毛收获了他 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 转眼第二天 小卷毛准备 打扮干净的苏人带 去和长发妹约会 想打开淋浴洗洗澡 可手盆里的水龙头出水了 想把水龙头关掉 可浴缸里边放水了 小卷毛终于找着窍门了 把坐边器的冲水一摁 果然淋浴好使了 终于可以洗澡了 洗完澡的小卷毛 在冰箱里拿出衣服和皮鞋 对着镜子感觉自己十分的帅气 然后自信满满的出发了 可因为小卷毛兜里没有钱 俩人就这么压马路 溜达了一整天 然后依依不舍的各自回家了 随后小卷毛精心策划了一次打劫 目标就是这家农业很行 写好了一张小纸条 然后递给了窗口的工作人员 可尴尬的是 小卷毛写的纸条有错别字 别人完全看不懂 小卷毛没招了 只得给他翻译 我写的是把钱放在袋子里 我有枪 然后工作人员立马把经理叫了过来 你看他写的 我有仓 几个人就因为这一个字 枪枪起来了 小卷毛一来气 把家伙事一亮 非要见他们的董事长 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继续掰扯这个字 把字写错了 是他整个计划中最严重的实物 所以小卷毛死活不承认 自己把字写错了 结果又一次成功的入狱了 在一次放放人的时候 小卷毛和几个狱溜的 又精心策划了一场越狱 第一步就是偷点警卫的衣服 然后伪装成警卫越过竹塔 从正门逃出去 小卷毛在工作的时候 就开始了行动 把警卫的内衣 夸夸的往身上套 在打饭的时候 小卷毛示意同伙 第一步已经顺利完成了 这俩预留的互相嘀咕了一下 感觉到了小卷毛有点不靠谱 决定取消计划 可小卷毛并不知道计划取消了 拿出自制的钥匙 打开楼门救我出料 出来后才发现 外面就他自己 一个接应的人都没有 这时候想回去已经回不去了 在逃跑的时候 正好碰见御长的女儿在约会 顺便就把他给劫持了 然后打了个地势 称空的逃跑 出来后找到查发妹 俩人躲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里 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卷毛决定洗心革面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就在他每天经经经验工作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他的女上司 发现了他的秘密 拿出了小卷毛的通缉照片 整天威胁他 要求小卷毛每天晚上 必须得陪他吃晚饭 小卷毛实在受不了 这种无理的要求 打算杀人灭口 把炸弹制作成蜡烛的样式 然后邮寄给了女上司 可惜做得太大了 根本用不了 想用蹭刀截裹了他 可惜误拿了一个鸡腿 结果还是失败了 趁着女上司出去的时候 小卷毛用了最后一招 把炸弹放在了烧机里 可这边一通电 那边直接放进了小瓷花 这时候女上司 拿进了两根制造浪漫的红蜡烛 哎 咋这么眼熟呢 没办法的小卷毛 只能带着长发妹 继续过着逃亡的生活 拿出了钱包里 仅存的一片香肠 俩人攻进了一次 饥寒交迫的午餐 落魄的小卷毛 打算找几个同伙 再好好策划一次 完美的打劫 这次目标 仍然是农业狠行 然后像特务街头一样 跟身后的人讲述 他准备打劫的步骤 可身后的人都走了 他完全都没有察觉 小卷毛一回头 给自己吓了一跳 赶忙站起来就解释 幸好警察只是觉得 他精神好像有点问题 并没有搭理他 没想到小卷毛 还真找到了几个人 来实施他的计划 计划的细节就是 伪装成拍电影的剧组 然后进去假戏争作 第二天 几个人就开始了行动 他们来到了银行 刚要动手 可意外的碰见了同行 小卷毛说 是我们先来的 要不你们明天再来 对面的大背头 那肯定不同意啊 小卷毛就在现场 做起了选举 让群众选一下 他们哪帮人更受欢迎 就这么一耽误时间 被外面的警察 给团团包围了 结果被带到了一个 更严峻的监狱里 每天必须服从规则 认真干活 可就在一次外出干活的时候 赶巧车坏了 趁这个机会 锁在一起的小卷毛六个人 逃跑了 几个人必须 步伐一致的往前跑 然后搞来几个自行车 加快了逃跑的速度 他们跑到了一个老太太家里 每个人都换上了一套衣服 然后继续逃跑 小卷毛回到家里 找到了长发妹 帮他们打开了 锁在一起的脚料 之后的小卷毛 带着这些人疯狂的打劫 他也列入了 通缉名单的前十名 这天小卷毛溜达 习惯性的想抢点啥 竟然发现这个人 是他的小学同学 俩人十几年没见 互相很是热情的 叛探了起来 书归书 小卷毛还是让他 把手表摘了下来 虽然是同学 但是钱包 必须得给我掏出来 小卷毛刚要走 他的同学突然想起来 自己是警察 就这样 小卷毛成功的被抓了 因为小卷毛 有众多的罪行 被判了八百年 因此 他对自己的行为 也感到了十分的后悔 最后 他只问了一句话 今天外面下雨了吗